1600整点新闻 我是战书函 新闻一开始带您来关心是台南铁路地下化的工程 这起东夷工程历经9年的抗争 仅剩最后一户的半拆户皇家还没有拆除 铁道局中部工程处今天清晨6点就展开了强制的管收作业 黄春香以及50几名的声援学生一度锁门表达抗议 警方一一驱离之后呢 最后又经过两个多小时劝说 终于完成了清场作业 声援抗议学生进座屋内 手勾着手形成人墙 拒绝强拆 警方只好一一将他们脱离 50几名学生终于一一被脱离 并送上车子带离现场 半拆户屋主黄春香也在女警的参扶下 离开残破的房屋 不过还是有抗议民众冲到三四楼表达不满 几方荣幸确立动用高空作业车保护他们安全离开 但被送离的学生又回来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对峙 建物终于清空展开拆除作业 台南铁路地下化东移工程因为住户不愿迁离延宕了近九年 去年十月拆除了陈嘉之后 只剩皇甲半拆户 他坚持楼梯要保留 一将持又是近一年 政府施铁碗上午终于净空拆除 但声援的学生不愿离去 甚至抢夺警方的盾牌 抗议不断 警方忧心学生的安危 只能不断劝导 力保施工安全 TVBS新闻顾首昌 台南报道 接着我们看到新北市新庄 中正路有轿车在路口回转的时候 撞上了直行的机车 骑士整个人喷飞到了 人行到连牙齿也断了三颗 很痛苦地躺在地上 这画面非常惊悚 马路上车来车往 黑色轿车在路口往左回转 一名骑士执行通过 闪迷不及直直撞了上去 机车当场喷飞到路旁 安全帽也飞了出去 而骑士在空中转了一圈 摔落在人行道上 驾驶立刻下车查看伤者的情况 撞击力道相当大 机车残破不堪 车壳解体 零件四散满地 当时轿车驾驶 就是在这个路口回转 当他疑似没有理 让直行的机车跟骑士发生碰撞 造成对方骨盆骨折 还有牙齿三颗断裂 19号下午4点多 新北市新庄中正路上 32岁的振兴驾驶 要回公司 在路口回转 往桃源的方向行驶 22岁的黄姓骑士 则要回家 去跟轿车发生碰撞 虽然转弯车的罩泽 通常会比执行车大 但个案不同 还是有例外 过去会一撞击的位置 在车头车中 或是车尾来判断罩 但现在首先看 路全谁的 谁行驶在闪红灯的知道 或是闪黄灯的干道 再来依标志 标线 灯号 路口是否可以转弯 或是回转 而警方会依照机证 有出判表 但最终的赵泽 还是法院说了算 这个路口很常发生 就是回转会去撞到 还是其他的 这个交通事故 见怪不怪 就是几乎每个礼拜 都会听到 新庄中正路 车流量大 上下班的时间 还会有不少的机车 穿梭在车阵中 不管自己是不是主干道 到路口都一定要 减速查看 放慢 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 再发生 TVB的新闻 黄建国家 曼新闻报道 台湾今天新增了 六例本土确诊 三例的境外移入 另外也公布了 一周境外移入的 基因定势结果 我们连线记者五旋头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持续带大家来关心 今天的疫情状况了 台湾今天是新增了 六例的本土病例 以及三例的境外移入个案 那么现在的疫情是逐渐的趋缓的 但是今天指挥中心也公布了 这个境外移入 这一周的基因定序结果 结果出来是有12例 是属于变种病毒株 而且都是传播力极强的 Delta变种病毒 另外呢 其中有三例 都是突破性感染 我们来听一下指挥中心 最新说明 公布有12例 这个这一周验出来的 Delta 那都没有其他的变异株 被我们验到 在境外的部分 那这12例当中 除了就是 三位之外 其他的九位 都是有接种过 一剂或两剂疫苗的 其中还有三位呢 是符合我们所谓的 突破性感染 就是在这个 15898 15927 和15938 这三位刚好 都是有接种过 两剂的莫德纳疫苗之后 经过超过14天之后 然后有这个 无症状或发病确诊的 那我们累积到现在 总共Delta的检验是有 国内是有67例 其中54例是境外 13例是本土 那这个 本土的13例 都是跟屏东的群聚有关系 那除了这个 大家看到境外一路的 这个检验定序之外 我们其实本土的也是有做 所以今天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本土的 这个定序的部分 从七月二号开始到现在 我们总共做了 164例的这个 本土的基因定序 都是阿法的病毒株 另外疫苗含概率的部分 现在是已经来到了 百分之三十九点四九 打出来的疫苗剂量 是已经超过了一千万剂 另外在今天呢 是国产疫苗高端的预约截止 20岁以上的都可以来做预约 但是呢 现在仍然是没有额满 只有59.9万元 是完成预约 显然这个高端疫苗 还是有不少的质疑性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资讯 而今天北市新增了 两例本土确诊 另外呢 日前台电大楼呢 爆发了职场群聚感染 台北市长 柯文哲对此表示说呢 整栋台电大楼的疫调 都有掌握到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最新说明 今天中央公布的本土案例 有六例 其中台北市两例 这两例当中 有一例就是某一个 确诊者的小朋友 你知道 因为是确诊者的小孩子 所以已经在居家隔离当中 然后在隔离的期间 就要做这个PCR 确诊 那另外一个就是 到现在为止还在查 算是不明感染源 那昨天居家医院做了1378个PCR的筛检 那没有阳性率 不过因为现在 因为整个人流变大你知道 以前大家都居家办公 现在回到办公大楼 突然发现 我们台北市那个办公大楼是一大问题 因为一旦有一个确诊者 哇 这个要居家隔离就 框一层层头这样 所以在这段时间 我觉得说 如果在居家办公不会影响效率的话 恐怕还是居家办公 就我刚才讲的 特别是这种办公大楼的重新启用 然后开学 重新启用 这的确是越来越 越是一个问题 一旦感染 常常人数也相当多 那么这几天大家很关心 这个台电大楼这件事情 那我们看起来 第一 那个7月23跟8月11应该是没有关系 而且隔了20天 那8月11跟8月16号 这个大概就有关系 所以这个台电大楼事实上 从头到尾 我们在整个疫调 上面都是有掌握 大概是这样 新北市再新增了三例的本土案例 市长侯友一说明一请 今天新北市的新增确准个案 有三人 其中两案是新增个案 一个是及格中 才是阳性 来源非常的清楚 至于还有两个新增的个案 一个在林口 这个林口的个案 是因为在8月18号 它本身身体不适 到亚东医院就医的时候 PCR采出来是阳性 目前感染源大概已经找到 它的所有的匡列的家属 全部PCR都是阴性 这一新增的这个个案 也是因为8月18号 要到虎大医院就医 那PCR采取出来还是阳性 CT值已经达到33 那这个个案到底是在哪一种状况 而被感染的整个感染源 我们在追杂当中 今天CDC也公布了一个 境外移入基因定序 看起来今天所公布的境外移入 基因定序都是DELTA的病毒 所以我们今天同时下令 新北市的医院 从境外进来的阳性确诊个案 在基因定序还没有出来之前 都视同DELTA病毒 必须裁剪两次都是阴性 才可以出院 行政院现在除了要发行五倍券 还打算要让一放券 农油券跟动资券 重出江湖 只不过不少的小型商家都抱怨说 发再多券也振兴不到他们 因为只要大型连锁店推出加码优惠 他们就没得赚了 去年很夯的一放券跟动资券 今年打算重出江湖 民众买单吗 如果我觉得跟五倍券时间差不多的话 我觉得蛮有的 因为我只要做一次动作就好 就考虑吧 不少民众都有意申请看看 行政院想复制去年成功经验 让这些券也涨高涨胖 像是面额250元的农油券 去年砸了12亿5000万 发行了500万张 今年将比较去年的方式 才网络登记给民众索取 发行275万张的600元一放券 得下载注册再抽签 今年也打算比较办理 金额不变 电子跟纸本并行 而面额500元的动资券 则是登记后再抽签 今天行政院打算争取特别预算 做完善的配套规划 说不要加汇特定产业 小店家说白了 大型商店才比较有可能 得到券带来的效益 小型商家相对空间被压缩 最重要的还有民众出来消费的意愿 政府加码对你会有吸引力 还好 有人敢卖吗 有人敢去看电影吗 我是这样觉得 这时候发时机还没到 就怕拿券出来消费 增加染疫风险 不少民众抱持观望状态 小型店家想突破重围 得靠加码吸睛 才有机会跟大型连锁商家比拼 就恐怕也会模糊了政院 想要振兴小型商家的美意 TVB新闻 朱光宏伟佳琪 台北采访报道 台铁的新自强号 EMU3000型的成绩列车 今天在树林车站开往竹南市行 而这辆列车最快在11月中旬 或者是年底前 就会投入东部干线的运行 黑白的车身外形 缓缓驶出树林吊车场 这辆台铁的新胜利军 EMU3000型 新自强号市行 一早就吸引不少铁道民 拿着手机 相机 抢牌 因为它是日立制造的嘛 就像说那个 就像英国的那个 KLUS800型的外观 引进到台湾一样这样子 没有做过 然后它又取代了 PP跟那个财连自强号 那因为它刚出来 试运转 那我们当然就是希望 能够就是先赌为快 由日本日内制作所设计的 EMU3000型的新自强号 采黑白色系 以静命移动为设计主轴 投入营运的速度能达130公里 这个速度与目前台铁的自强号一样 最大的亮点不仅仅是它的外形 还有内部的设置 提供商务车厢共30个座位 每排仅限3个座椅 台铁表示EMU3000型的新自强号 试行通过的话 最快将在今年11月中旬 或年底前上路 投入东部干线能提高40%的载客量 有望解决东部列车 时常抢不到票的窘境 尤其中秋连假即将到来 四天的假期 台铁与高铁接在20号凌晨开卖 高铁一开卖还大当机 台铁则回应 他们完全没这个问题 在订票的过程是非常的顺畅 那截至上午9点为止 所完成的订票张数 比去年 在跟去年相较之下是 大概是5成6的售票状况 这块台铁将会在车站 验票闸门外的飞幅飞区 开放饮食 逐步松绑限制 TBS新闻 于心汉严沛于新北采访报道 现在就连诈骗也跟上时事了 谎称是阿富汗的医生 担心美军撤离人身安全受威胁 因此想要来台湾 结果高雄就有一名富人 差一点被骗了30万元 赞骗集团很狡猾 谎称是医生 还说担心美军撤离阿富汗 人身安全受威胁 装了身家的托运箱 卡在阿富汗海关 需要32万元的运费 才能寄出 请求富人买比特币 贿入帮帮他 偏偏富人不知道怎么汇款 向警方求助 她说正好在阿富汗病变的前一天的样子 原来富人透过赖认识的骗徒 假冒医生 频频关切她的脚伤 她一下扮演货运业者 一下扮演医生 不断吹出富人赶紧汇款 一下扮演货运业者 一下扮演医生 不断吹出她赶紧汇款 自称阿富汗医生 因为美军撤除阿富汗 所以他想来台与他认识 于是寄了一箱包裹 需要购买新台币32万元的比特币 歹徒搭上阿富汗政变的顺风车行骗 还好富人不了解比特币的操作 向警方请求协助 因此拆穿了骗徒的谎言 没有沦为肥扬 高雄一名14岁的少女 在上个月离家出走 北上到新北市找一名男网友 两个人昨天相约在新北市 实定的景美西细水 却不幸发生了沥水意外 少女的遗体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被巡获 而他的家属接到消息 是赶快北上到派出所来 制作笔录 到稍早的时候家属就到了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状况 他都不跟我讲在哪里 但是警察那边用手机定位 他已经离家快一个月了 就这班的手机隔没几天 他就走了 我发现的时候他就走了 我一直打电话跟他讲 打电话给他 他不接 我们都用传染信传LINE 然后他之前都是以毒不回 少女的父亲有讲到 其实女儿已经离家一个多月了 不过这段时间 不管是透过手机还是讯息 任何的方式联络他 都联络不到人 而稍早的时候呢 这名少女的男友也有表示 其实呢 一开始并不知道少女是未成年 两个人呢 是交往之后才知道 对方才14岁而已 而对方呢 是讲到说跟家人相处不睦 而且有多次淘家的经验 希望呢 能够借助在他家 这名男友 男子呢 才会答应 而他也有提到呢 其实当时有想过说 要把这个少女送回高雄 原本是预计在 这个月的25号 要把少女送回高雄 不过没有想到呢 时间还没到的时候 就发生了这样子的意外 而对于呢 女友是为了救他才溺水 他也感到相当的自责 少女的父亲也有提到 对于女儿被带走呢 对于女儿这个离家出走的行为呢 不排除会对这个男子来提告 以上是满想找到的最新情形 全台有70多万的外籍移工 不过有业者表示说 从5月禁止外籍移工入台之后 很多营造业制造业都是缺人的 现在到处在抢工人 所以导致了外籍移工的逃亡率 是跟着攀升 谈到台湾移工制度的灰色地带 理事长百般无奈 全台大缺工 营建业者提高工资抢工 有些移工看准外头薪资更高 呼朋引伴离开 营建工地当黑工 薪资越喊越高 李导致表示 台湾制度外籍移工 分社服移工跟产业移工 以制造业工程类加户类为主 但制度不完全 雇主付钱起移工来 对方有权可以随意找借口换单位 中小型制造业订单满手没工人 被迫找黑工 因为疫情产业外劳进不来 业者干脆直接找家庭看护到工厂工作 为了抢工 原本厂工日新行情800元 外头现在随便都是1500元的翻倍价 外面提供给他诱因太大了 那1000%起跳 有了两三千 甚至你如果是到那个山地 到山地去那根本不得了 那是采茶 采茶是算重量的 那他们熟练 因为他非法打工久了 手上钻刀子 一路这样剪过去 效率很高 一天剪下来 一秤重下来就8000 甚至赚了1万多的也有 移工来台就是赚钱 制度没定好 钱多就往哪跑 历政部统计表示 今年6月底 全台外企公共有70万5466人 市联移工约5万2000多人 约占7% 5月19号移工暂缓入境之后 市联人数增加 云林县今年1到5月 迎进600多名外企移工 但同期跑掉的新旧移工 高达500多人 有的移工才刚隔离完就离开 雇主潜负了 却没工可用 因为现在疫情的期间 一定要戴好口罩 忙着帮外籍移工上课教学 这是人力重刑单位日常工作 但他们坦言 常常教学完之后 部分移工意志不坚 人就跑了 常常要花时间教育 但效果其实涌现 他可能在转换度来讲更自由 他觉得他不想做了 他就再换 他可以一直换 因为都没有束缚的换 因为他就是非法外劳 这个可能 移工在考量 他觉得他很自由的转换的时候 然后又是可以做 不再被限制的工作类别的时候 他会选择逃跑 那当然他有逃跑的 被遣返的风险 所以当然他那个薪资 会比合法的更高 现在台湾政府 相对来说比较松 有很多的选择 那很多的选择上面 那个外劳也是比较多 想要的东西也比较多 那很多的话 现在移工在台湾 人数越来越多 那比较的工作也越来越多 他们会互相的去比较 对啊 那他们想要报仇更多的 那他会去选择比较好的工作 移工制度漏洞百出 业者坦言 放任下去如同温水主青蛙 人力仲介业难之称 剩下的是难以管理 看不到的地下仲介制度 盘望政府正视外籍移工问题 集思广益 定出民文规范 让雇主 仲介 移工 三方都能有完善保护 落跑事件 不再发生 TBS新闻 叶玄来一名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 T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